各种口味的寿司让顾客挑选 还有师傅新鲜现做 但这里不是餐厅 而是新开幕的抓娃娃店 每样商品点数不同 夹到就能兑换寿司 一开幕就吸引满满人潮 两车大概一千五 这样滑得来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好玩啊 长长人龙从店门口 一路排到人行道上 开幕活动优惠多 只要夹满一车就可以免费抽奖 抓到的商品不想带回家 还能换取点数抽公仔 或是小型家电 高雄新倔强的抓娃娃店业者 利用噱头成功制造话题 因此不少高手上门挑战 直接夹有时候 它反而会是往内丢 它爪子都有斜斜的 那顶到最上面都一定是往内丢 甩幅的话比较容易 因为它力道下去比较大 然后就会推出 零食 饮料还有各款可爱娃娃 每样商品外装形状都不一样 因此夹取技巧也大不同 大型娃娃属于高手机台 失败率比较高 购物袋用橡皮筋绑成长条状 只要用爪子包覆就能从洞口滑下来 而袋装的饼干类就简单许多 像这样子的饼干类不需要甩爪或是太多技巧 只需要直上直下 并且抓中袋子边角 就很容易轻松出货 因此也是许多新手的入门机款 现在已经没有了 刚刚就蓝色有机款 现在已经夹不到了 那这样你就会选择放弃吗 所以就是夹的可能二三十块觉得 没机会就不要夹了 就是没有枪位叫店员来摆 技巧固然重要 但摆放位置和方式也会影响出货率 而民众一窝蜂挑战抓娃娃时 一定要特别留意食物的保存期限 避免夹了一堆零食饼干后 才发现小旗快到了 TVBS新闻吴仲勋 专门熊高雄报道